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婚礼当中看到年轻的男女他们要一起走上红毯 好像觉得全场的气氛就觉得非常的甜蜜跟开心 我常常在想因为在主持婚礼多了之后就常想一个问题 如何能够让一个人有信心把你的人生的未来几十年放在另外一个人的手中 我特别想到一些姐妹你要结婚你要说我愿意的时候 哇那三个字那个要有多大的信心 其实你知道吗多么的不确定未来在另外一个人的手中 你要交给他 我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觉得就是认识 因为你了解认识你才会有信心 而那个信心才能够让你走下去 同样的在信仰上好像也是一样 我们都讲信心跟信心 基督徒很爱讲信心 其实那个关键就是认识 你要认识神你才会有信心 你认识他的那份爱 明白神的作为 你就知道如何走下去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今天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 认识我们的神 明白他对我们那份伟大的爱 我相信那是让我们人生可以不断前进的关键 分享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五章 一到六节这个故事很熟悉 讲到什么呢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旁边 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他看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 打鱼的人都离开船洗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 就坐下来从船上教训众人 讲完了 就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西门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第六节他说到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 网险些裂开 哇这个故事非常的刺激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因为我们看到了 第一个 什么是我们所在意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众人都拥挤耶稣要听神的道 但是很特别的一个对比 有两只船在旁边 那个船上的人在洗网 就是他们没有兴趣 我觉得这个对比很强烈 一群人在挤耶稣 很想听神的道 另外一群人在洗网 很疲累很痛苦 在那边好像很忧愁 因为整晚打鱼打不到什么东西 什么是我们怎么在意的 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 很希望我们的家人朋友认识神 但是发现到很多时候他不愿意进到教会 为什么 因为他所在意的不一样 他在意的是生活上的需要 求神给我们智慧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希望能认识神 但是到底什么是他们 我们的朋友最在意的 你看这些渔夫他们需要什么 需要鱼 他们需要生活 他们出去工作好像没有得到收获回来 非常难过 很多道理都懂 好像宗教的道理都很好 劝人为善都很好 但是这一些渔夫他心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他需要生活啊 他需要能够活下去 洗渔网对他们来讲 目前来说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们要把渔网洗干净 我们知道这个渔网如果没有预备好 他们摆在那边泡水久了下次就烂掉 所以他们要花时间把渔网预备好 回去休息 因为他们现在很累 预备下一次再出去 这是他们现在心中最在意的 耶稣在意我们每一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耶稣非常的在意你 所以呢 他更在意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 我之前去过非洲在那边宣教 看了很多的孤儿院 我第一次非常强烈明白 为什么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他不是急着讲道理 耶稣怎样 他去爱那些人 医治那些有需要的 去亲近去拥抱麻风病的人 那是耶稣的爱 因为我看到那个需要 我相信那个爱的行动先来做 胜过于他所讲的一些道理 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急着讲道理 求神真正的那份爱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到说怎样 神在意我们 那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意的是我们自己 第二个呢 耶稣呢看到这个情形 就怎样 看到西门 因为认识西门 在如果你看圣经往前面翻 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 其实耶稣去到他的家 这个西门就是彼得 去到他的家 然后还医治他的岳母 把那个肋病医治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相信耶稣会觉得很难过 我刚刚去你的家 把你的岳母医病医好了 可是我现在讲道你居然不听 还在旁边洗网啊 真的是我相信耶稣应该很难过 彼得你怎么不来听 这个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彼得你要来 来教会 来听神的道理 可是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呢 耶稣就很有智慧 做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耶稣就到西门的那个船上 请西门把船推开来 那我相信西门应该很无奈 现在不得已了 非听不可 因为西门 这个耶稣在西门的那条船上 他原本在洗网 现在耶稣在那个船上跟得出去 我相信圣经上有个形容非常的好 那个福音好像种子一样 有的土很好 就结实累累 有的土是硬的 后来有鸟就叼走了 有的土就好像在那个荆棘里面一样 没办法长大 亲爱的友姐妹 我们要去分享神的话 不要忘了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预备我们的心 你要相信神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 如果你要为你的家人祷告 希望他们认识神 祷告他们的心要预备好 好像那个土要预备好 神的话语进来 就会带来三十倍六十倍 甚至百倍的收成 可是如果你没有预备好 那个道进到里面 就好像那个种子一样 最后被鸟叼走 最后无法长大 求神恩待我们 神渴望我们的生命 精力属天的丰富 但是我们自己 要愿意敞开我们的心 预备好那个土 让神的话语 在我们里面 能够发芽 能够成长 精力复兴的关键是你 是你要愿意 不是神 神早就预备好的 那个种子 友姐妹圣经上讲的非常好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换句话说 神的道一定能带来改变 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 预备好自己 那些道理 对我们来讲 好像耳边风 好像我们刚刚看的 那些渔夫一样 在那边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不愿意听 他的心 只在意他的生活 所以求神恩待我们 神真的在意我们 但弟兄姐妹 这个故事 最精彩的转类点来了 耶稣要西门 把船推开来 坐在他的船上讲 你知道吗 我相信在那段时间 西门还是没有听耶稣讲什么 所以很特别 而耶稣要怎样 他要把船再推出去 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第三个重点 跟大家分享 西门说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都没有打到什么鱼 但是呢 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弟兄姐妹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圣经 我鼓励你把它圈起来 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很多人会觉得说 哇水深之处 好像带来什么能力 弟兄姐妹 重点不是水深之处啊 重点是神的话 因为他依着神的话 就下网 然后呢 最后发现到下网 网住了许多的鱼 那个鱼网甚至要裂开来 原本西门是很无奈 整夜劳力 他说师父啊老师啊 我们已经辛苦了一整晚了 我现在在洗网 准备要回家休息 可是你坐在我的船上 强迫我听讲道 然后现在还要我再把那个 刚洗好的网 再丢下去一次 亲友姐妹 我觉得最大的关键 就是西门 他单纯的心 他说什么 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我很无奈 我很不愿意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去做 我很不明白 我不了解 但依从你的话 我愿意去尝试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我挑战你 依从神的话 你就去试吧 神要祝福你的生命 带来极大的丰富 奇妙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原本空的鱼网 无奈的鱼网 那个失败 那个无助的鱼网 现在变成了 丰丰富富满满的鱼网 甚至那个网 险些要裂开来 神要祝福我们的生命 就是这样 过去好像靠着自己 好像要做些什么 靠着经验 他们是渔夫 耶稣不是渔夫 他靠着经验 想要做些什么 我在职场上面 要打拼 好像我的生活 我的家庭 靠着自己 我要建立好一个家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很无奈 好像很多的时候使不上力来 不知道怎么做 但今天神 要怎样 你就依照神的话 去做 神要改变你的人生 最后就发现到 那个鱼网里面满了鱼 好像神的一个命令 那些鱼都跑到鱼网里面来 我觉得太奇妙了 重点不是 网 撒在船的右边还左边 重点不是在水深之处 我相信 若在水浅 在岸边 你依照耶稣的命令 把网丢下去 一样会满满的 都是鱼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 这整个经文很特别 这整个故事 耶稣到底讲了什么道 这么重要 路加没有写 路加没有描述 没有记载耶稣到底讲了什么 但是路加看到了西门 所发生的这个故事 看到了神在西门身上 所做的这件事情 我相信那就是这整篇信息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相信因为最宝贵的是因为 他看到了这整篇道 不是他所说的话 而是那份爱的行动 看到西门彼得 他整个人生被带来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真的非常的在意你 因着他的爱 他要渴望看到你的人生被改变 不是你有没有来听到 不是你有没有 甚至不是你有没有来聚会 他更在的是你愿不愿意 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到 他是爱你的那位神 家里友姐妹 重点不是你读圣经几遍 重点是你愿不愿意 让你的心敞开 让神的话在里面带来改变 求神恩待我们 因为我们的神真的非常爱你 那个空的欲望 那个失败的欲望 无奈的欲望 最后可以变成 风风复复蒙福的欲望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 很多时候面对生活 面对挑战 我们有无奈 不知道怎么做 靠着自己很努力 但是不知道如何行 然而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信心跨越出去 依从你的话 我们就愿意如此的去行 圣经上你所有的教导 我说主我们依从你的话 我们愿意去做 我们相信 我们必要经历丰富的人生 必要经历 你就是那位爱我们 丰丰富富要赐福于我们的主 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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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